小S睽違青年再度挑戰演戲 這次在此時此刻中 和武康仁上演出軌的激情戲 不過因為尺度太大 在接演前也先向家人報備 沒想到還被許老三誤會 他是不是想搞外遇 而日前小S邀請修傑凱 林柏宏及劉遜謙向小姐不惜地 當大家聊到說 同劇演員都會先收到一組密碼 可以搶先看到此時此刻的拍攝成果 小S聽到後則是一頭霧水 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 之後還生氣質問 為什麼這樣排擠我 是不是覺得我不是真正的演員 所以才不給密碼 甚至還向場外的工作人員喊話 為什麼只有我沒收到 報效場面也讓修傑凱笑說 你真的很走心耶